那时候是7月10号 晚上大概1点钟的时候 两头沉田巷 一头压沉田和一头右巷 到了水池边 然后进到了水池里 情况不对 突然就开始大叫了 CGD承载率却有限的象群 不断地走出保護区进入到农田秘食 なぜ象は北上を続け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他就是一个巨人 走路是没有声音的 会从旁边的树林里突然出现 他们实在是太聪明了 他会取悦自己 他是有自我认知 有家庭认知的这么一个动物 他比较急扯 只要到他了 他必定要还回来 可能就会伤害到我们 我们这一路跟踪监测过来 我们在光塔上 其实象他也反过来在观察我们人类 跟我们人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 他知道我们在帮助他 他刷新了我的认知 他们就用他们的象牙 他们的象竹 硬生生地在水池边上开了一个角 奇迹感觉就发生了一瞬间 这几头落水的象 然后才陆续地从这个水池里出来 人与象吧 有时候感觉我们是强势的那边 但有时候又会感觉象是强势的那边 要放在整个地球上来说 我们都是苗角的 我们都是地球上的一个村民而已 这个地球是整个自然界的地球 而不是说人类的地球 而不是说人类的地球